邵白和邵哥中真正踏入了神游玄境的六大高手 第一位 天下第一人 战立天花板 李长生 大神游境巅峰的强者 已活180多岁 因修炼了仙人书改良之后的大春宫 并及逍遥御风门整个门派之力才得以攻城 进阶神游玄境 第二位 北离开国皇帝 天武帝 肖义 肖义只在李长生的回忆中短暂出现 他以一本不起眼的绣剑十九诗为引 苦练十七年终成剑仙 而后得到天下第一的天斩剑 成为天选之子 创立列国剑法 进阶神游玄境 邵哥中介绍 列国剑法分四重境界 萧瑟只修炼到第三重 便能守持天斩剑重伤 出入神游玄境的洛青阳 第三位 蓬莱仙人 墨依 黄龙山清风道人做下弟子 北离国时期天臣的师弟 师门实力强大他又天赋极高 九岁入逍遥天境 二十四岁便入了神游玄境 可谓天才站在了巨人肩膀上 第四位 天下第一楼守剑人 谢之泽 天剑阁创立一百多年 北离王朝已得六代传承 而他一直守护于此 作为天道之剑的守护者 他的实力也在神游玄境以上 虽然活了一百多岁 面容却依旧维持着年轻时的状态 第五位 九仙百里东君 天生五脉 要修肢体 虽修行较晚 却得到了半步神游境的如仙古尘 和大神游境的李长生教导 修行起来一日千里 中途意外失去功力 又得仙人墨依指导领悟海运和垂天这样的绝学 从而跃升半步神游玄境 之后为情所困止步不前 大梦十年后喝下孟婆汤 在幻境中跃摇的指引下大彻大悟 终入神游玄境 第六位 孤剑仙 洛青阳 当年的冠绝榜榜首 五大剑仙之首 虽不是百里东君这样的天生五脉 却也天资极高 曾自创九哥剑爵 十多年寸步步离穆良城专心练剑 沉浸半步神游玄境多年 根基稳固 在和萧瑟生死一战之时 一剑入神游 虽心境被破短暂入魔 但恢复后仍是神游玄境的实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